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之他四明火》 第67-68集,不回家的理由,嘴硬心软 今夏一整天都浑浑噩噩,好不容易熬到下午 努力打起精神,完成手上地工作 他抬头观察了一圈 大部分同事都和他差不多的状态 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之后 收到了路易的信息,顺时他又来了劲 谁让路易找他,都是好事呢 今天在工厂提前下班,我可以早点回家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剁焦鱼头,说起吃的 今夏就有精神了,其实很多菜路易也会是第一次做 但他就是比较有做菜天赋,做得很好吃,让人惊艳佩服 好,路易爽快地应道,那我去菜场 你下了班,直接来我家 今夏下一刻,又该苦恼了,该寻个什么理由,不回家吃饭呢 想了想,还是加班最靠谱,便给妈妈发了信息 晚上别留我的饭 公司加班 今夏妈妈立马回复,那让爸爸给你送饭 不用了,我随便吃点 那好,排骨汤给你留着 晚上回来吃 今夏这样吃法,不胖也是奇迹 摸着自己日益圆润的脸颊,他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还是吃饱了再减肥吧 一下班,他直接打车去了路易家 一进屋,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泡椒味 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 他放下包包,来不及洗手,直接跑去厨房 我的田螺先生 我回来了 今夏从后背抱住他,轻腻地撒娇 路易狠吃他这一套,回过头,吻了吻他的脸颊 心情这么好 对啊,看到你心情就好了 今夏继续抱着他不撒手 你今天在厂里这么忙,还有精力给我做饭菜 我还有精力,做点别的 路易开玩笑道 今夏放开他,我今天得早点回家 知道,我开玩笑的 吃完饭,我就送你回家,你先去洗手 一进到浴室,今夏就看到洗手台上放着一瓶没开的沐浴露 是玫瑰花香味的,一看就知道他给他新买的 或许是因为上次住他家 抱怨他的沐浴露味道不好闻 一想到他在暗暗期待自己住他家 他就觉得好笑 等他出来,路易已经做好了 他做了一大盘剁椒鱼头,青菜炖豆腐,番茄蛋汤 外加一盘西瓜 这是有多怕他承受不住这辣度 吃饭 路易换道,我觉得很辣 不错 今夏尝了一口 鱼肉炖得很嫩,火候控制得刚刚好,好吃 他意不太吃辣的杭州人 为了他学会了好多川菜 那个,明天我就不来你家吃饭了 今夏吃完一碗饭之后,和他说道 这几天我都没有回家吃饭 编了好多理由,实在想不出了 那你就不能和爸妈说 你在和男朋友约会吗? 路易将西瓜推到他的面前 示意他吃 你不是说不公开我们的关系吗? 今夏记住了他的话 其实后来他让西西把民宿老板的拍的视频发给他看 在别人的镜头里,路易搂着他 两人很是亲密地从老板身侧走过 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每次出门,他是真的喜欢搂着他 呵呵,路易笑道 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呛我的 今夏,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暂时不在公司公开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对家人朋友公开啊 路易说道,你是不是故意曲解我的意思 今夏继续嘴硬,我当然没有 不过你想在公司公开恋情,我也答应 但是我不能保证 会有怎么样的舆论 算了 今夏当然知道同事的八卦能力 因为他也是他们其中一员 人对不发生自己身上的事情 总是有很深的探究欲 再说这几个月,他的业务量不错 拿了不少提成 他可不想被人认为是因为路易的关系 看来你很懂你的同事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路易掐指一算,我们的恋爱都快一年了 这么快的吗 今夏都震惊了 他本以为一个月就分手 结果到现在 难分难舍也就罢了,还身心交付 我还觉得短呢 路易笑道,其实我的家人都知道我交往了女友 他们还看了你的照片 觉得你很可爱 今夏的可爱不是伪装 更不是捏着嗓子说夹子音 而是散发在日常生活中的能量 他的可爱对成年人来说难能可贵 你,今夏吃惊 都知道了 我的好友也知道了 对了,周末我的朋友结婚 他还让我带女朋友去参加他的喜宴 我去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酒席也不便宜 他是户外草坪婚礼 吃的是自助餐 不多你一个 看不出来你朋友还挺浪漫 选了户外婚礼 他们夫妻是虔诚的基督信徒 所以选择在教堂举行仪式 户外自助餐的模式 路易解释道 这样的婚礼我还没有参加过 他参加的都是千天一律的婚宴 昂贵的酒席 无聊的仪式 他每次吃席都在暗暗心疼 自己送出去的份子前 很有意义 是很有意义 所以你去不去 路易期待地问道 顺道去见见我的家人 去是想去 但是你让我去见你的家人 我就有点想落荒而逃了 惊吓自认怂 他没有做好准备 我可以不去吗 路易默默点了头 当然可以 要说惊吓是一个有什么特质的人 嘴硬心软 占了第一位 明明拒绝了陪路易 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心里却很不适滋味 这几日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他发信息 频率明显高出了平日 发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比如他的客户说了什么话 他点了什么外卖 喝了什么口味的咖啡 外加他养在办公桌上的那颗仙人掌 掉了几根刺 有时候路易会回他 有时候忙 没第一时间看手机 他就会开始多心 是不是他不开心了 不想理人了 还是他又不能避问他 为何不回复 只能眼巴巴盯着手机 再这样下去 他估计要神经衰弱了 终于挨到周五 路易下班之后 直接开车回杭州 这一天 今夏又出奇地安静 没有给他发任何信息 还是路易主动问他 要给你带什么东西吗 今夏秒回 你把自己带回来就好 这话把路易逗笑了 我开车把自己带回来 见他还有心和自己开玩笑 他应该是没有生气吧 今夏实在没有勇气 去见他的家人 或许是他太胆小 又或许是戒备心太重 总之就是下不去那的决心 见了父母 要面对的事情 就和现在不一样了 你慢慢想 想好了给我发信息 我要开车了 到了和你说 路易坐在车上 给今夏发了信息 今夏正巧再接一位客户的电话 等看到路易的信息 已经十分钟后了 他慌忙给他打电话 你怎么这么早走 没什么事 我就提前走了 路易说道 我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 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走了 今夏叹了口气 早走和晚走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 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今夏之无 那你路上开车慢点 好 到了再和你联系 路易挂了电话 今夏默默叹了一口气 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坐在位置上发呆 兮兮收拾着桌子 叫了几声他的名字 没有答应 又用手臂戳了戳他 今夏 发什么呆呢 没有 我没有 今夏揉揉自己的眼睛 今天周五了 是不是要和路易去约会啊 兮兮还是很讲义气 坚决帮今夏隐瞒恋爱的事情 有时候还替他们打掩护 没有 他回杭州参加朋友的婚礼了 今夏无精打采地说道 对了 你整理包包 是要提前下班吗 对呀 路易走了 王经理也走了 我们提前走也没人管了 兮兮偷笑 怂恿今夏 你也走吧 晚上带你去嗨 去哪里嗨啊 没兴趣 今夏看着电脑 淡淡地回道 路易参加婚礼 都不带你去吗 好歹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问了 我不想去 说起这个 今夏心里就堵得慌 干嘛不去 正好让他朋友认识你 反正就是不想 今夏嘀咕道 你下班吧 我等会直接回家睡觉 你们 嬉嬉摇摇头 怎么像闹着玩啊 今夏瞪了他一眼 可别瞎说 我和他很认真的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你有多认真呢 嬉嬉打趣道 还是说 你默默放在心里认真 今夏懒得搭理 他手头上的工作 还没有完成 为了周末不加班 他今天必须全力以赴 等完成工作回到家 已经九点了 他洗了一个澡 躺在床上 一边追剧 一边等路易的讯息 结果等到了十点 还是没有他的信息 心里开始有些着急 给他打去了电话 连着打了三个 没人接听 最后又打了一次 终于有人接听了 喂 你好 你是找路易有事吗 他现在不在 一个陌生的男人 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他到杭州了吗 今夏就想知道 他有没有平安到达 对 他刚到 出去接个朋友 一起吃饭了 我让他等会给你打电话吧 哦 不用了 我找他没有重要的事情 今夏放下手机 这人明明说好到了 要给自己第一时间发信息 结果 手机还落在了餐厅 去接什么朋友 今夏越想不是滋味 什么朋友会比女友更重要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担心他那边的情况 早知如此 他就不该打这个电话 直接关机睡觉 他正准备关机 路易那边发信息过来了 今夏 我到了 现在和朋友一起吃个饭 这个时间点了 终于想起 还有一个他了 今夏到底心软了 还是回了他信息 收到 吃完早点休息 我先睡了 晚安 今夏看到这两个字 轻轻哼了一声 然后关灯睡觉 至少在今夜 他不要再去想路易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